先前在日本曾經發生的青壽年惡搞壽司店 想辦法現在台灣也出現類似狀況 當時一名孩童呢 是在知名連鎖壽司店的台南分店 伸手觸碰壽司盤長達34秒 就有消費者直擊 認為這實在很不衛生 因此拍下影片 如今業者接獲反應之後 也承諾會加強管理改善 壽司旋轉台上多了一隻手 碰觸每個通過的盤子 目擊民眾認為非常不衛生 隨即拍下 離譜的情況發生在知名連鎖 旋轉壽司台南分店 鏡頭拍到這名男童伸出手 只要壽司盤轉到眼前就摸一下 不是把盤子擋住 不然就是往前推 時間長達34秒 他身旁還有家長 但是目擊民眾卻沒有看見 他們出來制止 民眾擔心衛生問題 在結帳時向店員反映 只不過店員前往處理的時候 男童和家長都已經離開 由於日本之前發生高中生舔將油瓶事件 引發關注 後文網友建議 不要讓孩子坐在餐台旁 業者承諾增加電源巡邏次數 多加注意避免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記得楊文華才能報導 一會兒 與他無事的無事 我們說明天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 好